What's up everybody 在新加坡 饮料要怎么点呢 如果你想喝一杯Milo 中国茶 不然呢 叫一杯 咖啡店的安甘地 都会给你这一杯 柠檬茶 也就是Lamanty 他们都叫它Clementy 我呢因为 特别特别特别 喜欢这杯饮料 每次去咖啡店的时候 一定就会点 其实新加坡Clementy 有两个 和我一起回顾历史 Level 2 两个金文泰 金文泰是一个新镇 也是两个名字 都叫Clementy 金文泰的人 一位是叫Cecil Clemente Smith 爵士 他也是称为老金文泰 另外一位是叫Cecil Clemente爵士 也是称他为小金文泰 这两位金文泰都当过海峡殖民地总督 也就是殷殖民地时期 英国驻新加坡的最高行政官员 那么他们两位都会说华语 又是亲戚 老实说 这两位金文泰都没有在金文泰这个地方住过 可是金文泰这个名字 确实用来纪念其中一位 前新加坡有一条路叫Reformatory Road 名字不太好 所以政府在1947年的时候想要改名 有提议叫做Clifford Road 可是后来改成Clementy Road 就是金文泰路 1947年正好小金文泰总督病逝 那么以英国人的这个传统 你说金文泰指的是小金文泰 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是小的金文泰 那么他是在30年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是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 所以他就自己请辞的才回到英国 17年去世 所以去世的时候本地报纸 还有纪念他的一些活动 那么那个时候的金文泰路就改名了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是纪念后来的这个小的金文泰 所以年纪比较大的那个金文泰先生 是在19世纪末来到新加坡的 金文泰先生的全名是 Ciccio Clemente Smith 所以一般上 英国人以地名命名 他要不是前面的名字 或者后面的一个名字 所以这个情况下 他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选择了Ciccio Ciccio这个四十阶 我们翻译成四十阶 这位金文泰当时是1881年 他是新加坡的府政司 所以他是新加坡的第二号人物 是总督下面的 所以后来就有一条名字 路叫做四十阶的 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所以还有一条就是 Smith Street 其实这个Smith 就不是那一个 就是不是这个金文泰的 像Smith Street 更早的时候不是说 福建他们开玩笑的时候 英国人来问这条街叫什么名 他们说 他们讲Simi Street Simi Simi Street S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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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i就变成Simi Street 为什么这个也是有一点 邏輯在背后 好像说以前 英国人他有个规定 如果你是一个地方是 本来有名字的 他就用他的名字 他不自己给名字 所以资料多了 你就可以去考证 他到底哪一个是对的了 你知道英国人是怎么样给街道秘密的吗 以人民为街道秘密 那是这个地方的有名人 不然呢 就是对新加坡的发展 又做出很大很大的贡献 有时当某一个重要人物 要离开新加坡 或者已经去世的时候呢 英国人也用给街道秘密的方式 来纪念他们 下一个级别 我们将有更部份的内容 继续锁定哦 来 先锁定 我在想 如果以后有一个街道 用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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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过去就行了 但是